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一边五等分 那么我们举其中的四分 着色部分是正方形的几分之几呢 答案是五分之四 将五分之四看成是一个总体 再把它三等分取其中的两份 那这两份表示五分之四的三分之二 即五分之四乘以三分之二 那么深色部分占这个正方形的几分之几呢 答案就是十五分之八 因为它把这个正方形平均分成了十五分 举灰色的部分共八分 那么是十五分之八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同学们 我们说Q分之P乘以N分之N 它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正方形 编长为单位为一的正方形 其中取一边的Q分之P 也就是我们看图 我们把正方形的一条边平均分成Q分 取其中的P分 那么就是新的长方形的长 那取另一边的N分之N 也就是把另一边平均分成N分 取其中的M分 那么它是新的长方形的宽 那我们很容易得到新的长方形的面积就是Q乘以N的G分之P乘以M的G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平均分成N乘以Q分 就是NQ分 那么取其中的P乘以M分 也就是PM分 那么也就是我们题目这个乘法的一个结果的含义 好 所以我们得到了两个分数相乘的计算法则 两个分数相乘 将分子相乘的G做分子 分母相乘的G做分母 用符号语言表示成Q分之P乘以N分之N 等于Q乘以N分之P乘以N 那么要注意 这里Q不等于0 N也不等于0 好 我们来最后看两道应用题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